出来皮特尔尊的施大力成的扫腿呢 对于图娜来说 自己到目前并没有像康伞丁这样的 真是他这种 大家看到就非常的充沛 说我演的也非常自信的这种打击体系 如果随着体能的下滑 康伞丁的你看他 有人畏惧挑战 有人向恐惧居服 但走上擂台的拳手 选择另一种方式来战斗 为荣誉而活 为信念而战 拳头只能打腾身体 却无法击倒勇者的精神 越强的对手 越能让我们超越自己 昆仑爵新时代的英雄图腾 12月20日周日15点30分 热血来袭 比赛现场电视机天的朋友 在节目首播期间 可以使用微信摇一摇 选择摇电视摇动手机 即刻参与昆仑爵在线竞赛 还可以点击手机屏幕下方的 互动直播按钮 与龙珠主播边看边聊 有机会赢取昆仑爵限量版T恤 明星选手签名海报照片等奖品 下面就要再给您的是一场震撼的超重量级 男子100公斤以上级 自由搏击大战 有请蓝方选手来自荷兰 阿耶公的不齿 出纳 图伯仑爵超重量级 自由搏击超级战 首先出场的是 来自于荷兰的图纳 年龄27岁 职业战技 九战全寿 身高比86 我们看到图纳的身后 而且首先 进入到全台的 就是他的教练 前K1 三冠王 荷兰伐木人 彼得阿兹 图纳师承 K1的顶级的名将 这场比赛 他是要用自己 所传承的高扫梯 还有低扫梯 完成这场比赛的KO使命 有请后方 战力格斗与综合格斗 双六世界冠军 来自拉脱贝亚的补熊者 Costantin 可恶皇室 补熊者 来自拉脱维亚的 卡洛伞丁 哥尔科夫上场了 哥尔科夫呢 今年34岁 身高是189 他在2000年 获得了 IKF的欧洲冠军 在2002年获得了WPKA的重量级的世界冠军 卡洛伞丁 哥尔科夫已经获了14年的冠军 并且获取得过 战力室和综合格斗的双较冠军 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 本来选手 胡娜27岁 哥尔科夫34岁 身高方面 哥尔科夫有着3公分的身高优势 而且哥尔科夫有着更多的打赛经验 本场比赛 蓝芳选手今天27岁 身高1米86 职业战绩 9战全胜 凶猛的打法 为他赢得了一个绰号 叫做屠夫 I go the butcher to the 而在他背后更有一位强人 我建议此刻我们可以把掌声送给他身边这位 在现在格斗史上毫无争议的第一格斗王者 K1当年的无差级世界冠军 被称为20世纪最强格斗暴军 他创造了扫腿863公斤级的Pieter Arts 红方选手今年34岁 身高1米89 职业战绩 29胜12负 11次KO对手 他以超越巨熊的力量 综合江湖14年 赢得过欧洲以及世界多项综合格斗 以及战力格斗的冠军 The Bear Catcher Constantin Groves 有请场上裁判 庞红涛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由江苏卫视和昆頌产美 联合打造大型综合格斗节目 昆仑爵 深圳战的比赛现场 我是现场解说 中收陈佩 我是昆仑爵 宋玉杰 我是昆仑爵 乔博 下面进行的是100公斤以上级的自由波及比赛 红方是来自达特维亚的康斯坦尼 哥鲁克福 蓝方是荷兰的图纳 比赛现在开始 这位转向后选踢动作 太突然了 而且大级别的选手啊 能用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图纳石出名门 看这场比赛有如何的发挥 能否带来自己的第十连胜 顶尖的这种对抗 是的 要知道这100公斤以上级啊 这个重量啊 能用这种 这么灵活的高度 转身的后选踢的动作 连续的后选踢的 特鲁克福曾经是在昆仑爵赛场上KO过萨摩亚巨人迈利梦 但是在上了一场比赛三亚战呢 是被这个特斯迪吉尔格斯呢 是扫腿KO 那这场比赛 图纳是因为失诚扫腿大师 匹特尔兹 这场比赛是不是能否 用出来匹特尔兹呢 势大力尘的扫腿呢 我想今天这个拉特维亚的康斯坦丁利用这种战术 刚开局那种战术 他可能也对这个荷兰的图纳的拳法有所了解 哦 这个高扫还是很有危险的 直接擦着头皮过去 非常危险 对 这么大级别的扫这么高的高推 这么灵活 我们看到图纳的这个额头呢 已经是紫红了 这是 就是我们感觉到是荷兰的图纳 刚才一个 后高扫踢 打到了康斯坦丁的头上 他的头上的左串心出了一个口 是的 双方真是非常的说 而且这场比赛对于图纳来说 自己到目前并没有像康斯坦丁这样的 很多头衔的这种光辉光芒 嗯 但在赛前啊 给匹特尔兹说这个 有这个简短的这个采访的时间啊 匹特尔兹这个 真是给大家卖了一个怪的 非常这个神秘的一笑 说等着看吧 他的这个徒弟啊 嗯 荷兰伐木人彼得阿兹这个徒弟 实力不俗实力不俗 是的 而且看起来不怎么欠 打得很有信心 他还在压迫是很沉稳的在压迫他 他也继承他师傅的一些特质特质 大家看到啊 这个 卡塔尼哥路 是谁啊 这个扫梯 左边的摆身 加上个扫梯 你看 是吧 真是他这种 大家看到 技术是扫梯 卡塔尼头部的这个口子已经非常明显 是的 像荷兰的这种十字形的进攻 我们从那个图纳的进攻的这个线路 看出他师傅 比特阿兹的一些身影 非常冷静 西装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拉多维亚的康斯坦丁 他的后扫踢啊 还是有一定的杀伤 有一定的杀伤力 但是毕竟已经34岁 从他那个出前出腿的动作节奏来看 明显不如荷兰的图纳 图纳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具有目的性 以权威做铺垫 然后后腿的扫踢 非常的重 哎呀这一局比赛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啊 对于这个康斯坦丁一开始 开场就以高难度的后拳踢 以为可以以自己 各种的这个 之前十几年的作战经验 各种这个冠军的这种 还有经验的这种光芒啊 能够去让这个图纳 发不出来 但是图纳这场比赛 只能说出生牛肚 我看到这个比赛 在现在已经显得是非常的兴奋 那是维亚的康斯坦丁已经34岁 就从他的进攻来看 他这个节奏放慢 就是他的体能上有些问题的 毕竟双方这个年龄差7岁呢 对所以这个体能对康斯坦丁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刚刚啊大家看到一个小众的康斯坦丁往前的时候呢 前腿已经有些发软 前队扫踢 但是看到图纳体能还是非常的充沛 多儿显得也非常自信 他这个左右手的直拳是有杀伤力的 是有杀伤力的 现在你看到康斯坦丁很谨慎的 很谨慎的要防他的这个左右手的直拳 通过一个移动 大家看到 哎呦 一个后登腿 登到了 但是并无大碍 大家看到这场比赛啊 图纳从自己的身高到身形 包括这个腿长 臂长啊 都不占优势 所以说合理科学的这种打击体系 哇哦 可以采用这种神经吗 应该是支撑腿受到了这个进攻 要这是100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啊 太灵活了 那康斯坦丁这个打他挺有意思 他不能使用腿部在进攻 对啊 他更像伐木泽吧 看双方又是递扫踢 当然啊 对方这种扫踢动的并不是这个主攻的进攻的线路 他们主要的进攻线路还要靠拳法 这个时候啊 其实康斯坦丁哥鲁科夫更要小心的是 图纳不停的啊 用这种低扫踢对他腿部进行进攻 如果随着体能的下滑 康斯坦丁手部一旦下落 到第二回合后半段 甚至到第三回合 如果说图纳突然再起高扫怎么办 全场的观众到现在可以说是鸦雀无声 现在我会看到这个拉图纳的康斯坦丁他这个后扫踢的真要发起力的还是有杀伤力的 还有杀伤力 是的 但现在我觉得康斯坦他主要要 下劈腿 哇还有下劈腿的动作 太灵活了 太灵活了 这个是只能是挂到了 没有起到效果 又要拼一位的拼拳 这肯定那个觉得图纳更凶猛 你看看是不是 已经晃了吧 对不对 你看那个图纳的先生的摆拳动作 所以他有意识加强那个后扫踢 包括他后高扫上头动作是对的 现在是全颗腿的对攻 图纳的这种后手拳非常特点 好像是一种劈砍式的后手拳 康斯坦尼的拳法主要是靠后头的摆拳 但我觉得距离比较远 然后这个准备的不够 身体的协调性 独大明显的这个拉多亚的那个康斯坦尼的 你看他哦 上头了 上头了 打得很准啊 打得很准 上头了 我出来扫踢不如你 但是我的拳法好 我这个这个西法上头能飞机上头 这个这个上头的攻击打得这么灵活 让人太为关系 这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 给大家做一个未来比赛的预告 2016年1月9日 混沦军迎来开拳大战 太拳王子郭球 他是国王韦豪 太拳克劳斯 张立鹏 都将中将国都上海 组成奢华的全明星阵容 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节目下方的游走字幕 了解作票的方式 到现场 心灵体验 这次国际的盛宴 从打法来看 这个南方选手 荷兰的图纳更实用一些 更实用一些 更实用一些 我看到发力了 扛闪钉 在第三局要完全发力 图纳的启动速度非常的快 现在这个康兰赛丁打的很轻巧的意思就是 我绝对不跟你有出拳的这种纪律感 我尽量打中远纪律 你看我低嫂要不是高嫂的上头 我不跟你出拳的做 他也没有一次跟那个图纳来拼拳了 现在图纳又是在寻找机会 又是高嫂来对康兰丁 我们看到这个蓝方选手 荷兰的图纳 确实他这个前后手拳的有杀伤力 但是现在康兰丁 我不跟你这种距离感 让他打不出来 我现在前手拳一个打 就打进来是吧 速度非常快 非常差势 嗯 有一个刺拳 刺拳打中了 这个图纳的这个拳法是比较有效的 简洁有效 很实用很实用 因为现在康兰丁就是利用他这个 早踢然后移动 不给图纳更多的出拳的机会 你看都让你打空了 不给你更多的机会 我就不给你拼拳 你怎么了 我中国这种游走 康兰丁还是经验非常的丰富 他毕竟在拉多亚获得过14年的冠军呀 又非常的灵活 已经34岁了 红防选手 左手的摆拳 一看没气我就马上上 上我去高扫 是吧 他不仅有前高扫还有后高扫 说明他的灵活性非常好 协调性很好 对协调性非常好 很少有这么大级别的 这么好的气量 嗯 双方每一次的对拼 都是非常的重 你别进了 我射帅你 空着距离 你来来 非常的顺畅 图纳的 现在我觉得这个蓝方选手 图纳 如果不给你这种机会 不给你这种进去的话 你可以利用一些 腿法扫地的动作 是吧 让对方无法移动 你要有 你就好全把球打出来了 你让对方一位这种移动 你确实包打 双方这一轮的 这一轮的对攻 由于双方的战术体系不一样 打法不从 所采用的战术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完全都射展出来了 是吧 你刚才拉索娅亚的康斯兰英 反正我全要不如你 我就能利用移动 利用我的扫踢动作 是吧 正登下拼 这两个打法差别挺大的 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你的反正全拿好我不给你拼拳 你看他明天一拼拳我就撤出来 你确实打了不错 三局打满 这场比赛 技术特别 这场比赛 双方呢是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接近啊 但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了打分出来之前 对于图纳来说 这个转身边缘打得还是不错 这个时候对于图纳来说 这场比赛其实已经是成功了 面对于这个像康斯坦丁 各路客户这样的 有多个冠军头衔的老将 这场巨人之战的比赛结果如下 三号裁判 29比29 judge number 3 29 to 29 一号裁判 二十八比二十九 蓝锋 judge number 1 28 29 布鲁 二号裁判 二十八比三十 judge number 2 28 30 布鲁 and the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 最终结果蓝锋上 图纳 二十七岁 师称 黑万三冠王 皮德阿斯 今天在困赛的赛场 击败了 武守者 尤陆 一旦 mich非常好,我喜歡打先打招呼 打招呼,幫助 ,背招呼 第二次我十分誇信,我不明白为何 i love cool when i come back here it gonna be a better fight for sure i win the fight i love cool blue fight when the winner from the blue court